由于秀林乡景美村还有秀林村部分的村民 没有自来水可以饮用 造成生活上的不方便 秀林乡民代表连一龙 并且向立伪孔文及陈勤反映 而为了解决族人名声问题 17号上午并且在水源社区活动中心召开会议 邀集了自来水公司 华林县政府 还有秀林乡公所 跟族人们共同来解决族人们的需求 秀林下面代表连一龙 针对秀林村 秀林村部分族人没有自来水可以饮用 并且向立伪孔文及反映 为解决族人们水的问题 17号并且在水源社区 自来水中心举行协调会 来讲针对就是我们秀林村的家湾社区 跟民友 以及帮我们的秀林 在现在这什么年代了 这个还没有自来水 那所以说在这个会议接到乡民的陈请 然后经过我们的 广文及立法委员的一个服务团队 来这边也做一个说明 帮我们自来水公司 然后我们进行研议 那也感谢自来水给我们一个 这个自来水公司给我们一个方向 我们后续配合我们的乡公所 以及县府 然后怎么去执行后续的作业 一位空文旗因为相当繁忙 并且指派国会办公室主任杨青次 听起主任们共同来习出办理 自来水公司从过去到现在里面 基本上在他们的服务 我们看到都是比较属于 办服务型的 比较被动式的 来服务我们所有整个用水库 那另外一个我们也是希望说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会 能够让我们自己水公司这边 就他们自己的一些服务理念 能够重新调整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也希望说借助这样的说明会 也让我们的部落主人 能够享受到实质上的一个所谓辅导 让这个窗口成为现场 那直接让我们部落去了解 去清除 那甚至针对我们一些 整个申请的一些意愿 还能够提高了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第三项就是说 我们发现到在全国原住民地区里面的 自来水普及率 还不到三成 这也是因为我们希望是说 能够让我们 多的主人里面也享受到 我们现在的一些自来水的一些 整个供应上的一个服务 因为现在我们 整个全球两化 也造成我们在 在我们的那个气候上的一个 整个变迁 导致我们在山上的一些 自来水 或者是说我们的三千水 几乎都不够用 也造成我们很多的部落主人里面 部落跟部落之间为了要 争夺这些水 造成一些不和谐 种种的迹象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下来来看 我们那个水源这边 或者是说井水这边 乃至于现在刚才提到 就是从光那边 还有我们的秀林村这边 都几乎是一些面临的问题存在 所以特别要求我们 那个自来水公司里面 在一个礼拜之内里面 去会看 去了解 甚至去辅导 严谨师表示 由于气候变迁相当的大 三千水不一取得 没有自来水的主人们 将会没有水可以饮用 而这次听取 主人们的新声之后 也要求自来水公司 务必协助凶乡公所 换健福和主人们 办理相关申请的手续 让主人们有自来水可以饮用 来提升部落的生活品质 记得喜欢凶乡部落